讲讲头顶过渡的意思 好的 我都快忘了 你首先 我们在头顶位 如果是过渡的话 你要说头顶 那就是拿正手去接 明白吗 你是想问反手过渡 还是想问这种头顶过渡 你按照你字面的意思 我要解释过来 就是你想要问的是 当你在头顶位接球 也就是正牌接球的时候 你想要过渡的一个思路 好的 有两个 有两个大概的思路 第一 顶出去 因为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击球点 就是因为你被顶住了 你整个人处于一个后仰状态 那这个时候是一个 打巨高高远球的一个重要契机 就它非常容易能顶出去 巨高的高远球 那它是不是一个过渡呢 是 就是方打一来看 你看我人一后仰 你看我能打一个巨高的高远球 你看现在才落下去 对吧 这是方法一 方法二 我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可以采用软压跟进的方式 软压跟进 知道什么叫软压吗 就是让这个球啊 有一个向下飞的下压效果 但是它的好处是还不快 为什么不能把它打快 就因为你被动 你被动了就不要打特别快的球 因为球过去的快 回来也快 我就让我这个球慢慢一会过去 但是它有下压效果 无论对手回抽还是挡网 我都能够续上我自己这个节奏 软压跟进 也就是说 大概就很像一个轻傻的样子 没事 OK 我人就上来了 它从后场我就启动 一样的 那这两种方式